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叫昆虫宴 我从网上买了九种大虫子 这个大虫子呀 我拆一个跟大家介绍一个 因为现在在包装袋里 你们可能也看不太清楚 首先第一位呢 就是大家熟知的这个知料猴 学名其实就是金蝉 这个长大的呢就变成大知料了 由于金蝉的这个营养价值高 以及对人体发挥的多种滋补作用 民间呢早有就把这个金蝉比喻成 可以让人长生不老的唐僧肉 这个胖胖的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可爱 传缩在一起 好啊 第二个呢叫柴虫 柴虫呢其实就是天牛的幼虫 非常的大只 看过贝爷欢愿求生的兄弟们 肯定都认识这个 这是当时的名场面 贝爷从那个应该是橡木 反正就是腐烂的木头里 挖出来这种打柴虫 直接吃了 然后爆浆 就是这玩意儿 就算不是完全一样的品种 也是他类似的近亲 这个我还挺期待的 这感觉扎完了应该贼香无比 接下来呢就是土狗 这玩意儿别名有很多了 有叫楼姑 地喇姑 东北地区呢 好像还称它为这个地喇叭 这玩意儿看着呀 有点丑 感觉吃起来应该不是特好吃 一会尝尝就知道了 然后第四位呢 是蜂涌 我们看到这个蜂涌 真的是洁白如玉 看着特别的漂亮 而且我感觉这个是我目前为止这几个大虫子里最好看的 颜值最高的 这个其实呢就是马蜂的这个幼虫 然后第五位 豆虫 这个有点恶心说实话 因为这些它基本上都没有冰 这个豆虫里边都是大冰块 而且都化成水了 我打算最后再开这个吧还是 然后是 骂着 学名蝗虫 这大家肯定都知道 但是这个蝗虫呢 据卖家说 是这些九种虫子里最麻烦的 其他的都可以以温油去炸 但是这个蝗虫首先呢你要去清洗个四五遍 然后呢应用高温油炸 它才香 它这个蝗虫跟普通的虫子不一样 一会主要是尝一下它什么味儿 但麻痴真大个儿 再接下来呢 是水蜻蜓的幼虫 我们一看到这水蜻蜓呢也挺丑的 身上还有两个小翅膀 这玩意儿也有人称它为水蝎子 看这个样子 我觉得应该不如那个大白虫子好吃 再接下来 是烧蚕蛹 这个大家应该就算没吃过 肯定都见过 打排汤啊 烧烤摊啊 都有炸蚕蛹的 只不过这个呢 比平时吃那个大蚕蛹要小 蚕蛹我感觉也没有必要跟大家介绍太多了 这玩意儿要活着 进化完了就成大鹅子了 我也养过这玩意儿 然后就是竹节虫 这个竹节虫有点像面包虫 但是完全不是一种东西 这玩意儿呢 也叫竹虫 跟其他八个比起来 我感觉这个颜值也算高的 仅次于那个蜂蛹 也是特别的白 感觉特别的干净 除了肉就是肉 这个我也挺期待的 一会儿尝尝什么味儿 感觉这玩意儿喂鸟不错 好 这是刚才上的那个豆虫 这个摸起来啊 以为是光滑的 实际上它这个表皮是非常粗糙的 你这么一撸它还有点拉手 但是这个感觉也非常的肥美 除了肉就是肉 一会儿炸完了 尝尝好不好吃 OK 这九种虫子都跟大家介绍完了 接下来呢 咱们就是给它全都油炸了 然后尝尝这九种不同的虫子 吃起来有什么区别 哪种最好吃 哪种真的是能推荐大家去尝尝 炸盘了之后 天都给炸黑了 因为这个第一次炸 我得尝试着来 所以就是一小波一小波的炸的 配酒的话 还是用我这起泡酒 虽然呢 感觉这种大虫子咽 太和这种有仪式染的酒 有点违和 但我觉得也找不着特别合适的酒了 好 咱们呢 先从第一个这个最右边的虫子开始品尝 这个是柴虫 卖我这虫子的卖家呢 还给了我这一包 专门蘸这个虫子吃的蘸料 直接尝尝 嗯 哇 还挺香 但是它这个头不能吃 这个前边这个黑头 特别的硬 我不沾这样直接尝尝 哎 你别说这个真比我想上的好吃 没有一点异味 没想到 第一只就没翻车 炸的非常酥脆 蘸着它这个蘸料 头不吃 怪不得贝爷说 这玩意儿把头去了 就嘎嘣碎鸡肉味了 这个我准备一会儿给吃上小哥尝尝 他应该也爱吃 我每一样给他留一个就行 然后呢 就是水蜻蜓 还是蘸着它这个料 就是脑袋 除了头 直接都尝尝啊 我觉得这些虫子 你炸完了之后 应该差距不大 但是说实话 它味道真的不一样 怎么形容呢 这个水蜻蜓呢 它真有一点点那种鱼腥味 但是还挺香 给小哥留一个 往边上 最后这只我连头都吃了 这个怎么说呢 也挺下酒的 我感觉 没事了吧 像看前视看前眼 炸点你喜欢的虫子 就点小酒 还真挺美 接下来就是这个 知道猴啊 知道猴我其实一直都挺爱吃的 只是不常吃 把脑袋去掉 爪子我觉得都炸酥了 不用去了 还是蘸点料 呀 是不是炸糊了 有一点略苦 再尝尝啊 也有点苦 老板来最期待的支撈猴 反而翻车了 就看起来没有糊 但是有点苦 这个支撈猴的肉 是最接近肉的 但是也是目前为止 最难吃的 可能是我真的没做好 因为在我印象中 这个支撈猴 其实挺香的炸完 接下来呢 是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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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的这个蜂油 洁白如玉的身躯 炸完了之后 片成这种金黄色的 看着非常的诱人 而且非常的饱满 还是蘸点这个料 这个料 感觉真的花龙点睛了 没有这料 干吃的话 其实不是特别好吃 哇 连头都能吃 它这个味道 我怎么形容呢 它不会让你吃出 任何的昆虫的那种味道 让你吃不出一点杂味 异味 让你就是讨厌的味道 你不吃的话 不好形容 接下来就是这个蚂蚱 也是蘸点这个料 骂着也挺香 我真不是吃麻麻香 但是我真的吃这些 觉得比我想象的香多了 它这个香呢 有一点那种茶香药香 也是不是特别好形容 都是很奇妙的那种香味 接下来就是这个土狗 非常的丑 感觉应该不好吃 也是蘸点料 这个真的感觉 要翻车 还行 吃起来也挺香的 还给摔上边留一口 接下来就是 又是非常期待的 它那个竹虫 非常洁白的小竹虫 已经扎成这种金黄色了 也是这种外酥里嫩的感觉 蘸点调料 这个就很一般了 越吃吧 也有一点 能足有的香 但感觉 这个比前几个西游 这个你吃一口油 同样的方法炸的 这个竹虫虽然特别期待 但没有我想象的好吃 太下酒了 真的这玩意儿 如果大家不个应的话 可以去尝尝 我觉得 确实有点意思 还有最后两种 一个是豆腐 一个是蚕蛹 先吃这个蚕蛹吧 就是普通的小蚕蛹 没有什么特别的 味道的话 跟大蚕蛹是一样的 好处是大蚕蛹的壳 喜欢吃的都知道 不好嚼 大蚕蛹那壳比较硬 这个壳嫩到入口即坏 非常的香 哎呦 蒜楼子舔了 忘了小根留了 蚕蛹还是一用既往的香 最后就是这个大豆虫 已经炸的这种爆浆了 它肚子里边的东西 都爆出来了 然后瞬间就结成这种 凝固的酥酥的这种状态 感觉也非常的棒 哇 最脆的一种 没有之一 这当时是我觉得最恶意的 为什么呀 这些上面都没有冰 直接拿出来都非常干净 然后这个开始 开包的时候 里边都是水 冻成冰了 我以为会很恶心 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异味 好啊 最后总结的话就是 这九种大虫子 同样的做法啊 都是炸 我一开始以为 起码会翻车一半 因为有些虫子看起来 确实不好吃 结果没想到 除了这个汁的猴一般 还有那个竹虫 比较稀有以外啊 其他的都非常的不错 他们各有各的特点 香味都略有不同 然后最好吃的 就是那个蜂涌 那个有点花香 然后那种特殊的香 是那种醇厚的 而不是那种清新的 非常的棒 然后第二名 就是这个 贝耶通汉大柴虫 也是非常的独特 吃起来比想象的好吃多了 其他的呢 都差不多吧 各有各的特点 总体来说 如果你不各有这玩意儿啊 也没有尝试过 可以尝尝 特别简单 洗洗 把水分控干 一炸 就点酒 就当下酒菜了 好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话 记得关注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